大阁175级的 寻熊超级朴博 人修全满 丑修全满 服势技能满前神满 强壮满神兔 私门技能 这种号其实直接不用看熟练 直接看最顶级的 这种号猛不猛就看神器 神器的话是一般猛啊 没有极限猛 极限猛是三级的天平蔓延 水药沥水 神器就要直四万 但是他的锦衣有天神如露 祥瑞是冰雪一兔 他对于PK这么喜欢 连业武青城都打出奇不易的 都有出奇不易的 孩子子指应该不会低于 1670 1670 653加328 加164加515 孩子是1660 看一下孩子的速度 孩子速度1230 可以够用 属性挺好的 PK的装备 140 衣服是140的 衣服是140的 就证明 他的大特技 一定在衣服上有一个 孝李金青罗汉的 其中一个 应该是孝李 那根据他的装备搭配啊 那140的腰带 不可能是罗汉或者金青 所以说啊 金青和罗汉 落在了帽子和项链上啊 然后呢 普多山一定有一个 B带的特技 这个特技叫破甲 基本上破甲的鞋子呢 是不会打到啊 太高段数的 140的鞋子 应该不是破甲 所以说腰带 应该是分度破甲 或者是腰带 是纯分度14段啊 鞋子是破甲 水清啊 流云 这普通没破甲 证明队伍 团队和谐啊 内部特技调整的好啊 很个性的特技搭配啊 这得是磨合度很高啊 团队默契度很高的 才能搭配出来的啊 超级搭配啊 武器的话伤害有点低啊 伤害低的话 血量加的就少啊 平时更多的应该是可能偏 偏顾伤吧 啊 宿师 啊 1414加18啊 这个1514加21 九段行为17级瑞伯克党 三七雪 三七雪啊 军熊啊 这个 他的对手啊 很明显 主要不是那些复战上有地厅的人啊 宝宝杀人厉批 牛逼也出其不意 防止无限磁行 法房净台 啊 虚弥禁机法报加一致 任务宝宝 一致劲爆 没有高神 带魔心套 啊 极限资指壁垒 极限资指三恶 归宿净台 速度19 利劈必累 出其不意 米须刷任务 法资3055 速度1463啊 550加高米 这个号竟然有点注重效率